說高雄很差嗎? 這個環境就好像是 生活在髒水裡面的鯨魚 近期台灣西南部的空氣品質很差 根據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資料顯示 高雄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六都中 PM2.5最嚴重的城市 在高雄南邊有林海林源工業區 北邊有仁武大社工業區 和南紫加工出口區 另外高雄還有三座的化石燃料發電廠 種種的人為境內污染造成嚴重的空污 讓我們訪問高雄市民對空污的看法吧 你們會特別關注今天的空氣品質嗎? 以前的話完全是不會 但最近的話就這幾年來都會看到 就是蠻清楚的 尤其是就是看出去是霧茫茫 有時候露眼就看出來 有時候比較嚴重看得出來 那如果像是我自己騎摩托車 有時候沒戴口罩的臉就是會黑黑的 那就蠻嚴重的 最近幾年高雄空污就是有變嚴重的 最近幾年比較嚴重 會 假如說很糟的話會有什麼應變措施嗎? 就是戴口罩 想請問在高雄生活大概多久了? 八年左右 那會覺得高雄一直以來的空氣品質是好 或是不太OK 就是冬天的時候會非常不好 可是夏天的時候會蠻好的 不會 你會覺得說就是最近高雄的空氣品質 就是不太好之類的嗎? 對 感覺得到就是身體比較容易不舒服 有點過敏這樣子 那就是在其他城市都不會有這種狀況 比較不會 就高雄很差嗎? 這個環境就好像是 生活在髒水裡面的金魚 你如果去那個說 我們往高雄試看就是這樣 我們都是喔 你也是在這個髒空氣裡面 你們都知道嘛 空氣很糟糕 問題是沒有人抓到重點 大部分市民表示 對於高雄糟糕的空氣品質十分有感覺 那想請問你們認為 造成高雄空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高雄中工業區吧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大陸霧霾的關係吧 應該是那個風向吧 有時候看那個氣象局 他會說就是因為風向 會讓我們這邊的空污 沒辦法擴散出去 所以就造成空污這樣 就累積在高雄那邊 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大陸那邊的空污這樣 覺得最近工程比較多一點吧 就開挖之類的東西 然後剛好又最近有那個什麼 大陸部分的空污也飄過來這樣子 高雄空污原因就是因為工廠太多 然後煙囪太多 4月10日兒童節當天 會有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而高雄的健康問題 除了環保團體在關注 其實改善空氣品質 也是陳其邁高雄市政的四大優先之一 想請問從陳其邁上任到現在 你有感受到改變嗎 可能我比較少關心政治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那你覺得有什麼辦法是可以改善這個高雄的 我覺得中央或是地方就是要定定相關的法規 去管控一些空污的狀況吧 因為這個一般人民沒有辦法去改變的啊 這一定要透過政府立法才有辦法 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應該整個台灣都是這樣吧 整個台灣都有空氣污染的 南部啊 目前的話還沒有明顯的感覺到 會覺得說有什麼辦法是可以改善這個空氣污染的 偷種樹吧 就是有一些直批之類的 因為太多工程了 所以那些環土落落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那種空氣塵埋的影響因素之一 沒感覺啊 唯一解決辦法就是要把工廠排出來的空氣把它洗乾淨 就好像是一句話就是雨過天清嘛 雨會把那個空氣洗乾淨嘛 你如果把那個煙囪的空氣用水把它洗乾淨 那就解決了 問題是沒有人這樣做啊